长期关心安乐区民众通勤权益的金融市议员林沛祥表示 目前9026国道客运行驶班次仍不足以因应民众上下班的需求 因此建议新经营团队可以仿效1573线的做法 在尖锋时段才紧急调度征班方式来输运通勤民众 不知道用无线电还是打电话 直接后面讲说这边人很多 你们要派一台空车来 所以短短的从我记得从5点 也是5点15分到6点50分之间 他们来了三台空车 一台空车载了30个人 所以变成说1573他们日豪经营的不错 他们在调度上面他们是有空车在准备的 甚至他们最后面没有大巴士 他们有小巴来载人 可是这样做的话 处长你有没有注意到说1573最近很少人抱怨 你有没有注意到 90到6天到晚在场 1815天到晚 用1573没事 理论上1573如果当初 市长跟处长没有特地跟月豪讲说 你们要好好做的话 1573一定会爆 因为1573一样人很多 人也比以前多 都是10%以上的 都是经过TPass之后 都是10%以上的乘客率增长 可是没有出事 这就代表说他们经营的是有一套 针对国家新层级下方迈进入塞车问题 林沛祥也建议可以从后方 辟建连外道衔接国道3号 对此金融市长谢国龙表示赞同 唯一顾虑的是路线是否会行进新山水库水源区 集市府计划明年对连外道路路线做可行性评估 国道3号上面拉个引道下来给国家新层方面 这样做到的话 第一个我们解决了国家新层方面 民众的财车问题 第二个我们解决了上市货柜 未来上市货柜会不会变大同大学 我们不知道 可是不管怎么样 上市货柜这一块地本身的车流量 就是非常的惊人 不管未来会不会变上市货柜 会不会变成大同大学 而我们必须把这边的人口 把它疏散开来之后 才有可能迈进入整条的交通财可能有解 因为它可能只有一个顾虑点 就是要经过新山水库的水源地 就是引水区 这一点可能是唯一要注意 要不然这两个空间其实很近 如果把它能够接起来 我觉得绝对对这个区域有帮助 那我也很赞成 不管是壮观台北那边的区域 透过一些连通街巷 打通到国家新层 甚至再到上市货柜这边 到国道3号 如果可行的话 那如果可行 我们当然就跟交通部来继续的争取 另外林佩祥也关心 成功一路平交道与成功路桥等 依照式路段问题 金融市政府交通处回应表示 明年已经编列净亿元的经费 针对入口交通号制标线等进行改善 改善的经费是从3400万 增加了5700万到9100万 所以我们针对全市的一个 不管是标志标线以及一座提到的 耗制路口的部分 我们可以做一个改善 至于市民关切的金融捷运 第一阶段施工进度 谢国良表示 现阶段骑程是明年规划 后年动工 预计民国123年完工 第二阶段的可行性评估 也会紧速进行 将持续拉近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